大家好 天气非常热 第三十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巴黎当地时间 2024年7月26号晚上8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27号凌晨2点 开始在巴黎赛纳河边举行 这是人类历史上举办现代奥运会以来 第一次走出体育馆外 在一个开放的区域举行开幕式 由于时差的关系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看这次巴黎奥运会呢 有的时候会比较辛苦 比如说开闭幕式 就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举行 不过也有很多的赛事呢 可以在咱们的下午或者是晚上 通过手机和互联网 包括呢在电视端呢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健儿已经到了巴黎的奥运前方 相信他们将会拼尽全力 为国争光 这次巴黎奥运会啊 很多的槽点呢都在开幕之前 就已经通过互联网被爆出来了 比如说呢缺乏空调 以及呢睡纸板床 房间比较小等等 我想也为大家了解这届奥运会啊 增加了很多的侧面 但是呢我相信体育本身 它的魅力啊还是最主要 也是最核心的 由于咱们中国曾经是北京夏季奥运会 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国 因此在我们的心中就难免 把巴黎奥运会 以及中国当年举办奥运会比较起来 其实咱们中国人办事井井有条 而且呢会心里比较急 在提前就已经把场馆什么的 都给准备好了 那么巴黎这次呢 大家反应说啊是不紧不慢 一直到了开幕的当天呢 有很多地方还在赶着工期 其实这也不奇怪啊 可能不同民族之间的人的办事方式和特点各不相同吧 其实北京和巴黎都是世界驰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而且咱们两个国家呢都是文明古国 那在现代体育史上面呢 也都为人类的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比如说北京呢是举行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而在巴黎呢就已经连这一次在内一共举办了三次奥运会了 今天又使我回想起了曾经在巴黎旅游观光的日子 那个时候呢 饱览了凡尔赛宫 埃菲尔铁塔 还有卢浮宫等等的名胜 那么我是从埃菲尔铁塔的下面大平层一直走到了上面去俯瞰赛纳河两岸的风光 的确是记忆犹新 但更使我回忆起的就是自己2008年在北京参加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候的情景 那个时候呢 真是举国欢腾啊 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那种盛况至今非常的难忘 举办一届奥运会这样的世纪梦想 中华民族早已实现了 那么拿多少块金牌来证明自己国家的实力呢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来说 现在的心态也比较成熟 也比较宽容 那么前方的奥运健儿只要发挥出水平 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对得起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我相信大家对他们都觉得能够接受 那么但是话又说回来啊 有的人说啊 参加奥运会呢 是举国体制下 那么拿多少块金牌跟自己毫无关系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样 那么如果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 在一届奥运会上面只拿到寥寥无几的几块金牌 您觉得您的心情高兴吗 所以咱们回到常识就好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 古老而又新兴的大国来说 国运兴则体育兴 体育强则中国强 或许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 一个又一个里程碑的真实写照 通过参与和举办一届又一届奥运会 参与到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来 在我们的文明进步史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对外开放上面的突破 这也是我们的成果 我相信这是大多数的国人所乐见的 那么就让我们享受这一次的奥运盛会吧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The faster the higher the stronger together 这就是奥林匹克的格言